歡迎各位劉章 歡迎跑馬4.09朋友 今天很高興找到哥登跟我們聊聊天 這一集可能會多講波多一點 這個禮拜 我是這麼說的 如果我們一邊拿著一杯啤酒或者咖啡 可以經歷一兩個小時 無數的理論和推測 但是都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我們最初就怕 如果美斯去到日本不踢 那就讓大家一條氣順一點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相反 我知道你曾經在社交媒體 都發表了很多這樣的看法 你可以說一個小時 但是沒有意義的 我先撮耀說兩句 我覺得很簡單 美斯是玩東西 玩東西是個人的玩東西 還是集體玩東西 沒有人知道 我的結論就是這樣 是嗎 主辦的是不是局中人 還是局外人 也不知道 就是這樣說 我們不想說這些 因為這些有些法律責任 無謂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就是個人的事情 是一個有預謀合謀的事情 就是讓他們自己發掘 我覺得沒有補救辦法 沒有補救辦法 你怎麼看 我想說一樣 香港人應該不會特別去注意的事情 體育是一件很商業的事情 大牌球星有自己的團隊去做所有合約的事情 是的 乃至到可能是波波、球衣、西裝也可以是一個合約 如果當中涉及一些他們不能夠去處理的事情 合約上面可能違反了這個球員 不是這個球隊 這個球員的事情的話 那個球員能不能夠去處理的事情 或者他會不會去處理的事情 這件事香港人未必太認識 但是世界所有的頂級球星 不是頂級運動員 都會有這些事情的話 大家會不會從這個角度去想一想 如果這件事是直接令到美斯 不會做這些事情 或者不能夠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就大家想想想 總之就是 在香港賽事當天完場之後 美斯要兜露走這個鏡頭 是可堪門味的事情 為什麼要兜露走 為什麼連最後一刻 我放在前台上做show case 拍照也不肯 我覺得這件事要想一想 嗯 就是很多推測的 很多推測的事情 但是沒有意義的 一千個、兩千個推測都沒有人知道真相 照片上去不會告訴你 是啊 到現在為止 那隻方法是怎樣 哪些人會讓你知道 這輩子都不會知道 哈哈 但是相比 50年前 比利來踢簡單一點 那時候的世界簡單一點 沒錯 當時就說 聶明 山道士來踢 然後就給利利去上陣 那當時都沒有後備的制度 那你一出就一定是正選的 沒有得後備的 就是後備可以換 但是你 你基本上換一個至兩個後備 現在制度不同 你隨時放在後備上都能夠出 那我見到為什麼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以主辦的 如果你說得明白 美斯一定要在正選 出場前放在正選 一開球 吹雞國下 他是在球場上解決這個問題 是啊 其實 或者林延祥出來踢10分8分鐘 或者林延祥10分8分鐘出來走 不用跑 當是練球 那大家都收貨了 搞到現在 哎呀 現在不說了 一千個推測 一千個理論 只有一個結果 那一個結果 大家是誰都沒有人知道 是啊 我覺得沒有什麼補救了 回水很難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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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過了 哈哈 還難過香港馬出閘脫腳那些 回水的難度 哈哈 馬會有幾個比你啊 出閘那些 出不到閘的馬會 我不是說馬會矛 說笑的機會率 機會率 有幾個病 十次出閘言訊 只有一次半次有水回 現在這個機會都更低 更低 沒錯 大家知道工作了 一百隻都不知道有沒有一隻 好了 不如我們剩下幾分鐘 這期亞洲杯打到決賽 還有 要知道 哥登專程去卡塔爾 追香港隊 接著之後 我見你延長也很開心 趁這個機會 不如說一說 這個亞洲之旅 是否開始說這些前 張先生有沒有要問問 哥登 是啊 這集 就不說馬 因為 連初三天跑 趁這個空檔 講講這個 亞洲杯 因為決賽 才跑馬 為什麼要找哥登 因為他前一陣子 就自己去了卡塔爾看球 讓人家看到現場 看到你 卡了你 卡了你 現場 肯定沒有走路 就是說 你看過香港隊 三場 以及其他的賽事 你有什麼印象呢 你覺得現在這兩隊球 尺度入決賽 是否合理 若彈是很合理的 因為 其實我在 買了香港隊 三場之後 因為兩個星期的時間 當然是找些球看 隨便找些球看 其中一場 就是看了 若彈對馬來西亞 若彈應該是第一場賽事 其實我不認識 若彈是什麼球 只是兩隊球 只是認識馬來西亞 是金盤君做領隊 其他全部都不認識 老實說 只是找球看 看完第一場球之後 哇 這球的弱彈這麼厲害 那些球是水銀射地的 當然 他贏馬來西亞那一場 他開局很好 所以他的大勝 是下半場都拆著來踢的 但是我看完那一場之後 就下定決心 因為當地 要按 要按到 對南韓分組賽的球票 如果他到最後一刻 就按到 那場球的球票 因為他亞洲足協 是會保持一些球票的 不知為什麼 經常說沒有票 但是最後滾到一刻 就按到一張票出來 現場再看完那一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場球 即是分組賽那一場 其實兩隊打得很快 很快速的 但是去到70分鐘左右 但是不夠氣了 即是樂氣了 然後才被南韓按回20分鐘 最後輸過烏龍波 很不幸的 這兩場球之後 我就跟朋友說 若彈很厲害的 你不要小看這隊 那樣 那 就是 由賭波立場看 因為很多場 都是 就是在當地 就是坐定定 看了對中國那場的分組賽 因為都出了線 都用了大量複選 還有中國 其實那三場球很不爭氣的 都完全都不攻的 去到那場球 其實他拿了一分 得失球零的話 他都夠出線的 但是你看到整場球 他都不攻的 那麼 其實他上半場 都拿著來踢的 但是都隨便 他入球世界球 之後那些球 我覺得他選球來踢的 對伊朗那場球 才告訴你 就是準決賽那場 才告訴你 我已有作戰能力的時候 也有的 那麼這場球 就個人情感 就想虐彈的 因為第一場球 看了他之後 就說很厲害 但是他有主辦 國之利 卡塔爾 其實就 都可能高一點 五四五 可能是 哦 我只是想回答 我也不太懂足球 你覺得 這一屆整體的水準 好不好 合陸入亞洲 相比歐洲還差多遠 以我看 跟歐洲 跟歐洲還有一點距離 老實就 但是我覺得 又再收窄了 或者這樣說 不要跟歐洲比 如果我們認識 日本南航 在香港的球迷眼中 日本南航 是最高級的話 假如是 其實他們的能力 拉近得很厲害 是啊 伊朗大家認識 但是 伊拉克 剛剛說的 約旦 水準都不錯 但是反而 有些阿聯酋 當然他跟香港 有對過 阿聯酋 我覺得他的能力 比大家認識的時候 是低了 是的 嗯 同意 其他可能有進步 其他可能會有進步 其他可能會有進步 進步的覆步 都不小 還有一些大家 不認識的 可能西亞 或者中亞的國家 都發展得 比我想像中更好 烏茲別克 大家都可能清楚一點 香港都對 接下來三月又對 對烏茲別克 但是 他們 都有一些不幸 但是 不要想著 日韓是大殺 他是高一點的 但是 不是高到很重要的那隻 嗯 嗯 當然很精彩 我今年 香港有免費 我們叫做 但是 整體 我都覺得 同意 同意 哥哥的說法 很少 特別少見球隊 就算 簡單來說 如果看香港隊 其實巴勒斯坦看得不錯 是的 也不錯 這些球隊 我們比較少看 那些球隊 都挺好看的 我們只是小看 但是 不代表他們差 就是 柏吉克 都 都不是比我想像中 那麼差 當然他已經到達八強了 是啊 所以 當然 如果你說去到世界盃的層面 他們可能 好像 好像接下來二、六年好像有八值半的 好像是 亞洲區有八值半的出市名額 我們認識那些 日韓、伊朗、澳洲 那些 那些 入圍應該都不是問題的 後面那四值半 我想應該打到 有機會 這位 這位 是啊 我只是普通的球迷 我只是想說 一、兩點 今天交給你總結 是這樣的 我1979年 我看過 香港主場對伊朗 香港主場 都被人禁著來踢 不能踢 不同級數 那麼基本上 那麼多年後 香港如差 伊朗的進步有 但是就不是 再進步得很 很厲害 1970年代 亞洲 第一球隊是伊朗 根本是伊朗是用西德教練 有幾個球員在西德踢 踢職業足球 所以飄離了 但是現在越來越越 就是 法國 中東國家 這些所謂中東國家 是高一點的 足球 至於阿拉伯人的體型 踢足球是對的 斯丹 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第一點 如果香港人是眾情南韓 我覺得是不知的 這隊球在其林市民教 完全不適守 只顧著進攻 只顧著 但是不適守 這隊不適守的球 怎麼可以贏世界盃 亞洲盃 我就很覺得 這隊南韓 反而有那股德國的才華 是 是不是很厲害 我覺得整個系列的賽道 都看到南韓的表現 不是特別理想的 好老實 每一場都很駛車邊 但是起碼他還有那個鬥志在那裡 你今年如果看歐洲國家盃 決賽州的話 我認為德國應該看到你噴血 是啊 好 說回這場 你怎麼看 你從來都不賭球 你們看賭球 你都不是很鼓勵別人看賭球 但是這場你怎麼看 哪隊比較高 卡塔爾剛才說 55-45 但是個人情感 個人情感 是想弱彈贏的 OK 好 因為我覺得卡塔爾的球 其實都很一般 是主場 是主場 但是那些主場球迷 有時候都不是怎樣球迷 其實不是很容易切 是嗎 哦 不是很容易切 就是看了不同球隊的觀眾 當然卡塔爾沒有入場 但是有朋友入場看 那些打氣不是特別厲害 反而那些伊朗很厲害 其實泥巴亂也不錯 不過他一早就出局了 這兩件事 哦 這些真是入場 在球場才看到 這些相似 都是什麼熱情 是不是 主辦國 主辦國的機會高一點 高一點 真的 好了 這集多謝哥登 跟我們分享一下 也歡迎各位網友 其實我和張先生都很久沒有做過 Q&A的環節 如果大家有些問題 想問張先生 或者看看張先生有什麼意見 歡迎在留言板裡 留一些問題給我們 如果有些問題 就問哥登也可以 現在哥登是英國賽馬 現在他是相當熟悉的人 日本馬當然也是哥登的強項 也歡迎各位網友 如果有興趣可以留一些題目給我們 我們一次過會收集之後 有幾集我們就會做一個Q&A的環節 好嗎 這集多謝哥登 也歡迎各位網友 訂閱和分享 還有給大家一個like給我們 也歡迎成為收穫委員 成為收穫委員的方法 在YouTube文字版裡 連結成為收穫委員的方法 我這集談到這麼多